第二集 小耳朵又软又厚的,耳垂子也长,分明是一个有福的,可别搏带了他。 可不是娇养着他吗? 乔娘抿嘴笑的,还没出月子呢,倒收了几件衣服,说他没福都没人信。 嗯,只是大哥这鹰鹿,立该让大嫂收着才是,怎么拿来送与他小小孩子? 不打紧,没准将来连人带卧又进了咱方家。 方达瞧着贵姐儿,越瞧越爱,只恨不得这是自己的女儿,黑黑直笑,问了贵姐儿的十成八字,坚肉连亲的意思。 方达自家婆娘连生了五个儿子,今没有一个是女孩,这回得知妹妹产下一个女孩,如何不高兴。 出海才一到家,婆娘就拉着她嘀咕道。 小娘场下一个女娃儿,去名叫贵姐儿,虽还没满月,听闻乖巧异常,你可调仔细了,若是生得好,得跟巧娘悄悄说了,将来与我们亲上加亲。 方达先存了仔细,这会儿自然透出话来。 小娘听出大哥的意思,倒痴痴地笑了笑,叫我的意思啊,自然是愿意的,只是婆婆让曾道人给贵姐儿算了八字,说她八字大,要一个八字比她还大的婚配,方才压得住。 只怕信哥他们几个,八字还压不住她呢。 这却再说吧。 方达寻思找人给自己儿子和贵姐合一下八字,说是合不胜再说。 贵姐儿摸清楚,来人是自己舅舅,待听得舅舅与娘亲的话,差点吓出一声冷汗。 我的妈呀,这便开始求亲了,若不是老道说咱八字大,这便要被许了人家,可太危险了。 方达见贵姐儿,眉头皱了皱,接着又书展开了,这会儿转动眼珠瞧她,不由笑她,这才多大呢,脸上便有这些表情出来了,可知以后必是一个聪明的,保不准真能提携抚修。 方达走南串北,见识颇广,她说出这些话,乔娘自然是信的。 许德又抱了贵姐儿,直勤,笑着说, 陈舅舅跪赢了,郑家可是苦了许多年,就盼着出头之势呢。 方达沉思了一会儿,终是把心中谋算了小半年的想法,合盘托出。 乔娘,当初把你许配给明发,却是看重她是一个读书人,甚有前途。 如今,她只在方大护家当账房,每月得一点死银子,虽饿不着你们,依我看来,却无甚用处。 不如重拾金学,下点苦工考个举人吧。 你且放心,明发若重拾金学,家里的一切用度和上金赶考的总总费用,我全包了。 这…… 小娘一则一喜,一则一忧,犹豫者说,大哥这几年出海,行商虽也赚了些,但是信哥他们几个一斤店大了,怕要用到银子。 再者,明发早年,虽考取了秀才,凭了这几年,要再拾起金学,怕是生疏了。 若是考不中举人,却费了银子,又试了方大护家那份工,这可怎是试好。 方大护手指了巧娘的话道,你且莫忧心那么多,实话对你说吧,我这次出海,却是很赚了一笔的。 许司找个铺面,做些绸缎生意,不再出海了。 只是,自古变分,史农工商,做商人的,再有钱也比不上做官的。 信哥他们几个,又不是读书的料,你家荣哥他们又还小,但要扶持一个信得过来的去考取功名,除了明发,再无其他人选。 少不得博一博,若是明发考不中,我自有法子,再为他谋得一份不错的功。 巧娘听到方达如此说,自然一动,笑道,但晚接明发回来,过去以他商量了,过几日跪节满月,自然过去拜访哥哥嫂嫂,再细细地说。 吃饭时,巧娘把方达的意思跟郑婆子说了,郑婆子自然欢喜,忙着在碗底先握下两个鸡蛋,这才成了饭, 又夹了好几块肉放在饭上,看看再夹菜,那肉就要掉下来了,这才把饭放到方达面前说, 亲家舅舅,家里也没什么好东西,让你见笑了。 因巧娘这头亲事,是郑明发的父亲郑伟生在世时钉下的。 郑伟生一死,家产又被郑明欣罢了许多,众人还到方家必定会毁婚,不想方达如常把妹子巧娘嫁了过来。 郑婆子当时就说了, 亲家舅舅好信仪,将来必有好报。 因此,对方达格外尊敬,更见方达每回来看妹妹,总没有空过手,言语态度也从没有透出看清郑家的意思。 郑婆子对巧娘这个大哥便存了十二分的尊敬。 每回方达来了,郑婆子甚至不让巧娘下厨,只让她伴着方达说话。 这回,方达说要住着郑明发重新考举人,郑婆子如何不感激,吃饭时自是刻意奉承方达。 方达又赞贵姐好福相,笑语郑婆子的。 虽然是女娃儿,你们可莫看清了她,待得略略懂事,也该让她读书十字。 郑婆子笑呵呵回答。 论理来说,笑乎人家的女娃儿就是曹子力,咋里金贵得起来,天生郑家与别家不同,自打郑太爷纳带起,男娃一生就是一串,女娃却生得少。 这一勺就骄养起来了,现下,明发就只得了一个大姐明方,还是钱头人生的。 我身完明发,虽然也遇了一个女儿,不上一岁却没了,伤怀了小半年,其后来又生下明业,才解了一些闷气。 再说明星这一方,也是生下三个儿子,才遇了一个女儿的,自然看待的比儿子还金贵。 如今咱们吃饭,来容他们几个,还怕跪截躺大床没人陪呢,几个猴子难得的安静下来,守着妹妹呢,呵呵呵呵。 说得方达倒笑了起来,至晚间,郑明发回来,小娘把方达的话转述了。 郑明发自然是愿意的,她现下日间在方大护家做事,晚间回来便教自己几个儿子读书写字。 究竟放不下从前那份心思,常趁着空心自行看金学之书,胸间也藏有一些独到的实论。 只是上有老下有小,万不敢弃下家庭负担,再做那些赶考的想法,如今又有了机会,不仅喜动颜色,笑道。 虽说贵姐好脚头,一出生便代谢了几件好事,但这件事却是你大哥疼爱你之意。 若说考上了,你自然是夫人了,呼怒换毙的,也不用再整日劳作。 小娘见郑明发并不担忧,万一考不中之事。 道四兄有成竹一般,便也放下心来。 群思究竟是自己大哥住着,考中了自然小的报答。 若是真考不中了,将来这份人情再慢慢地划也使得的。 因此也带笑说,看我大哥那意思,都是有几分把贵姐当媳妇来,先住着亲家发达的意思,并不单单是疼爱我这个妹妹。 郑明发听了巧娘的话,迟疑了一会儿说,贵姐不是八字大,怕咱们家儿子压不住吗? 而且,要是配他家大儿子,年龄却嫌大了些。 若是配他家小儿子,却委屈了贵姐。 巧娘捅捅正名发的额头说,她家大儿子姓哥都快可以娶亲了,自然等不得我家贵姐长大,只在底下几个钟挑一个罢了。 至于说八字大这件事,却还是有一法可解决的。 巧娘说着,见贵姐醒得不胜安稳,忙把她抱起来把尿,果然憋了好大一泡尿。 带着把完尿,把贵姐妥妥当当放到大床上,小心盖好被子。 回头见正名发,还等着她的下吻,这才接着说。 贵姐八字大,只要在出嫁当日,请几个命运的婆子伴着她,压下她的煞气。 自然冲撞不到她的相公头上,且姓哥底下还有几个弟弟,总不会个个八字都轻浮得不经意冲吧。 自打郑伟生去世,这名发便生生明白了人情冷暖,但毕竟是忠厚读书人,心底还是残存着些许读书人的傲气和淤知。 觉得方达住着自己,自己便把女儿许配与她家儿子这时,有点卖女求荣的味道,心中伪食不大乐意。 再加上,她总还是认为自己是书香世家,女儿也该嫁入书香世家,而不是商人之家。 见真名发不作言语,小娘也知道她心中有疙瘩。 她一口气一说, 唉,你若真不愿意跪姐儿嫁到方家,我便想法子拖着此事吧,只是一条,你若考上了,大哥的恩德可得加倍地毁报才是。 这个当然。 真名发心中感激巧娘,不过老夫老妻,伸长手便搂过轻了一口说, 老妻如此,夫妇何信呢? 小娘被闹了一个大红脸,又嘀咕了一会儿,这才双双上床歇息了。 跪姐儿满月后,小娘便略收拾了一下,正带上方达家去的,方达却带了自家婆娘、董事和六四的小儿子方文伟来了,还带了许多的吃食过来。 大哥大嫂,你们来一遍罢了,这还带许多东西来做什么? 巧娘抱了跪姐儿,迎出门口,嘴里撑乖了几句,腾出一只手,取摸方文伟的头带。 小半年没见,伟哥愣是高了大半个头。 跪姐儿被巧娘打横抱着,眼睛只瞧得见蓝蓝的天空,大人们如果不凑过来看她,她便瞧不见别人的脸。 这会儿听得伟哥两个字,想起前世某种极瘦男人欢迎的药物,眼珠不由咕噜噜转向旁边,使劲地想去瞧是哪个倒霉催的孩子叫了这个名字。 这一使劲,头倒略略地转向外了,还没瞧清楚前面的人,却听得一个婆娘惊奇地道, 哟,踩满月,这个头就晓得动了。 说着,过来拖起跪姐儿的脖子,把她扶着,靠在胸口抱了过去,嘴里嘖嘖声逗着跪姐儿玩。 跪姐儿听得自家娘亲管这个婆娘叫嫂子,知道这是大舅母,见她落力逗弄自己,只得很给面子地跟着她学着她的声音咋了一声。 哟,天呐,出声了出声了,跟着我择了一声呢。 董事生了五个儿子,一见别人生女儿就眼红,此时见跪姐儿白白胖胖,小鼻子圆圆的,小嘴儿嘟着,特别地惹人爱。 这一抱过来,软乎乎乎的,非但没有农家奶玩那种洗不干净的尿骚味,倒是飘出一股好闻的奶香味,不由,青肝啊肉的叫了起来。 顾不得避嫌,冲巧娘就说,这个儿媳妇,我可要定了。 巧娘先是一愣,脸上却马上装出笑来,嘴里说,呀,瞧我,都忘了请你们进家了,进站门口嫌蠢呢。 说着,让方达夫妇和方文伟进门,又朝方达说,婆婆前天把家里两头猪都卖了,把猪圈打扫得干干净净,心下堆了些柴草,再没有以前那个猪骚味熏天了,哥哥嫂嫂只管放心进去。 董事听了这话,倒笑了说,说的倒像我们是娇滴滴的美人,味一熏就倒了似的。 郑婆子听得人声,也迎了出来,嚷道,亲家舅舅,亲家舅母,快些请进来吧,命发出门去买东西了,还当买了回来,就带了巧娘和贵姐儿到亲家舅舅家坐一坐呢,不想,你们倒先赶来了。 说着话,看方达夫妇进了门,忙着把椅子腾地方让方达夫妇坐下,又去摘下挂在钩子上的一个小篮子,取出一盘自制的番薯干,塞与方文伟吃。 这才紧着泡了茶,过来地狱方达夫妇。 郑婆子不愧是跟着郑伟生过了十几年好日子,这些待客之道倒没有问,做得有模有样。 大人孩子都没有冷落着,董事暗暗点头,眼见巧娘让她喝茶,伸过手来要接过贵姐儿,却不舍得还回去。 茶些放着,我待会儿再喝。 一避说一避,又去逗弄贵姐儿,想让她再跟着学着嘖嘖两声。 贵姐儿见董事嘴里嘖个没完,心里烦你。 大人真无聊,这么一个声音,也能重复这么多次不带一点变化的。 怪不得许多婴儿无缘无辜就哭呢,肯定是被大人慢哭的。 方文伟吃了几块番薯干,也围过来看贵姐儿,嘴角还没擦干净呢,便嘖的一声轻在了贵姐儿的脸蛋上,又用嘴去拱贵姐儿胸口,想逗她笑。 贵姐儿被方文伟这一气,只觉得嘴上黏黏的,带了一股番薯味,再被她往胸口一拱。 虽说对方只是个小男孩儿,也觉得被占尽了便宜,又没法讨回来,心里着急,只得使出唯一的杀手锏,哇哇大哭起来。 可能饿了,巧娘听着她的哭声,忙从董事怀里接过贵姐儿,背过身子解开上尖,便开始喂奶。 董事和方文伟还不翻过她,围了过来观看她吸奶,一边讨论呢,洗得可带劲了,力气不小,这么能吃,快到抱过来沉沉沉沉沉呢。 郑婆子听得董事说话不避嫌,便提醒道,请家旧母,贵姐儿还小,脸嫩,惊不起在。 董事这才想起,这乡下的风俗一般不当着奶娃娃的面赞她的,反而是要当着她的面,说她丑,说她像猫儿狗儿之类的,到这样才好养活。 不由拍了拍手说,贵姐儿这般惹人爱,我一见爱都爱不过来,都忘了这个。 说着,但要依风俗说些反话,鼠臭贵姐儿,见贵姐儿已是吃完奶沉沉睡去,一时趴吵着她,却指了话。 只挥挥手,示意巧娘先把她抱进去睡觉,再出来说话。 乔娘安顿好贵姐儿,出来时见郑明发,也买了东西回来了,正跟方达夫妇说话了,忙也搬了一把小椅子过去坐下。 方达听得郑明发,已是辞去了方大货家的工,又打听得郑氏族里出去做过官的一位同宗,不是将会回乡。 打算去拜访拜访她,想法拜在她的门下当弟子,不由福长道。 妹夫倒真是开了一些窍,不像一些自高身价的评价学子,只一位读死书,不晓得人情事故,却亦想天开一步登天平步清云。 一个人会读书,却不一定会做官,一个会做官的,也不一定就满腹金轮。 若是妇乃既有精学,又小的结交人,这才是能事半功倍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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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